今次做折瓜粒湯 材料有折瓜、蝦米、冬菇、瑶柱粒、珍珠粒 还有肉粒,还有这些是浸过瑶柱的水 这锅有白烟的时候,首先爆一下蝦味 先将鸡肉放入鸡肉,然后放入鸡肉 然后放入鸡肉,然后放入鸡肉 然后放入鸡肉,然后放入鸡肉 有酒味 什么? 有酒味 当爆香的材料,就放入鸡肉 倒入鸡肉 先炒一下 浸泡了水 浸泡瑶柱的水 现在就大火煮它 煮了之后再煮3-4个字就可以了 现在汤开始煮了 全程要大火 煮湯要大火 现在煮了2个字 再煮多一会儿差不多 煮到出了味就差不多了 现在都差不多了 那些瓜腩和味道就差不多了 那些盐呢 好 现在呢 瓜粒汤就完成了 那可以上碗 熄火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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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